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密教的次第非常严谨 依次第分为 世部 行部 瑜伽部 无上密部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连生活佛已经圆满地讲完 密教的世部道 从这一集开始 将进入再上一层 行部道的珍贵教法 到底世部与行部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 连生活佛宝贵的开始 密中道次第广论 密中道次第广论 见五 行部道次第品 第三 人二 行部道次第 愧一 未成修道之器 而行灌顶 愧二 成道器 以 尽三面雅 即利 以前我好像跟大家谈过 事不到跟行不到之间的差别 不是很大 但是行不到啊 是 这个事不到再进一步的 一个修行 一般讲起来啊 事不到 他的遗轨啊 非常的繁复 但是将来呢 每进一程的话 他的遗轨 就越来越简单 虽然是越来越简单啊 但是越来越深 那么事不到以前有这个座谈啊 你这个谈成 布置谈成要布置四十九天 那么修法的时间才七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注重你在事项上面 也就是每一件事情谈成 你亲自在那边 不谈 当中啊 你就在在学习所有的事项 到了行步来的话呢 行步就是说 你做谈啊 谈成只要做七天 不谈七天 但是你修法可以修四十九天 他的差别在这里 那么也就是讲啊 你这个一般在事不到 事不到里面啊 所有的修行的人啊 在这七天当中要做本尊观 但是离开谈成呢 你就不用了 所以他的本尊观啊 只有七天 在修法当中 你做本尊的观想 其他时间 你就可以 这个不用 他的规矩是这样子的 仪轨是这样子 但是在行步道里面呢 他就增加了 你做本尊的观想啊 要七七四十九天 要做四十九天的本尊观想 已经在更近一层了 在四步道里面呢 你出了谈成 你可以不做本尊观想 但是在行步道里面 在四十九天当中 任何一个时刻 你都要做本尊观想 那他的差别啊 是有差别 但是四步跟行步啊 其实差别不大 当然行步啊 比四步更深一层 那么到了宜家步的时候啊 那就更深了 那么到了无上步的时候啊 那就是更 等于是圆满次第了 就是也就是进入最深奥的 那现在我念给大家听 看第一段 当以行步所说 大悲 藏等 曼陀罗中 获得灌顶 成为修道之器 其为入坛 即入坛以灌顶法等 以根本最失踪 以说 曼陀罗即灌顶以鬼 孔环不露 应以大日经师 即金刚所灌顶经 等中之 这个你要修 进入第二层的法 一定要接受灌顶 这灌顶的仪轨 他有讲 这个曼陀罗即灌顶仪轨 孔环不露 他不在这边没有写出来 因为也是很繁琐的 那么这个就是 你不管要进入行步道的时候 你还是要接受灌顶 这是第二层的灌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密教的行者非常重视三昧耶戒 到底什么是三昧耶戒呢 为什么一位密教的行者 守护三昧耶戒 就如同守护自己生命一样的珍贵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 联身活佛的开示 鬼儿 成道气已尽三昧亚即利 大日经云当说三昧亚 旅从今以往 乃至命因言 戏不应气舍 正法菩提心 你不应签令 损害诸有情 佛为你宣说 此三昧亚即 如你父致命 如是互此等 这个就是叫 做完贯点 要讲这个三昧亚即 大日经里面讲 这个很多人犯三昧亚即 因为很多弟子不知道 什么是三昧 三昧亚就是法师 英文很好记 衰了 衰了 这个 英文 然后我们台湾话 说衰了 衰了 爱衰了 对不对 爱衰了 你们都不敢讲 我发音不是很正确的 不过 我记得 我被这个法师 就是讲 衰了 爱衰了 我衰了 这个就是法师 在佛菩萨面前 三昧亚即 就是法师 你跟佛菩萨之间的誓言 跟根本上师之间的誓言 你归一根本上师 就是三昧亚即 你跟上师之间有了誓言 你跟本尊之间有了誓言 这个就是法师 大日经里面讲 要讲说这个法师的 从今天以后啊 乃至于你失去的生命 都不应该放弃你的正法菩提心 你今天讲说 哎呀 我今天不拜佛了 我今天不修密教了 那个都是已经犯了三昧亚即 你们归一的时候 跟我有誓言的 从今啊 这个一生一世 要这个恭敬上师 恭敬三宝 要行善 这个都是誓言呀 这个就是法师了 那现代人不懂得什么 叫做三昧亚即 说走就走 卡万快乐的追照 连跟你say goodbye都没有 连跟你讲个再见都没有 那现代人比较现实一点 古人啊 他们守这个三昧亚即 守得很紧 这一条最重要 生命可以舍弃的 三昧亚即也不能破的 在密教里面 那还有些上师的 他发现这个要广度正生 刚开始求上师的时候 是跪着 哭的眼泪鼻涕 一把一把的流 看他可怜啊 真的给他灌顶了 阿世里 以后 他的这个金刚都软了 那金刚是不变体 不变色 他又变色 又变体 这个就是不守 阿世里 三昧亚即 叫他度众生 他变成堵众生 来一个堵一个 来了一个 他堵一道墙 给他站在外边 这样 度众生变成堵众生 你说要死吗 这个很惨的 这个破三昧亚即是下地义的 他都不知道密教的金刚复乏 很严厉的 破三昧亚即 很凄惨 后果很凄惨 不可以的 所以大日经里面 他就写 生命就算因缘结束了 你都不应该 气舍正化菩提心 你不应 不应签令 不可以 损害诸友情 把这友情的众生 你都去破坏他们 不可以的 所有友情众生 你都不可以去害的 好像师尊本人一样 我从来没有害人的心 很多人写信给师尊讲 师尊我从来没有害人的心 不过是偶尔害一下而已 偶尔害一下都不行的 不可以存有害人的心 天下众生都是把它看成自己 修行到境界很高的时候 是没有分别 是平等的 佛陀 佛陀当年住世的时候都讲 世性是平等的 修行人 国王 商人 包括奴隶 这世性是平等的 佛陀当年讲 你不可以瞧不起人家的 甚至于你不可以伤害他们的 生命都是平等的 众生的生命一律平等 你不可以去损害这个生命的 要把它看成自己 看成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去损害自己呢 去破坏自己呢 应该讲起来 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 邪佛的人应该要这个样子 不可以去损害有情众生 尤其害人之心不可以有 但是我以前是 黄人之心也没有 所以经常被害 我们邪佛的人呢 其实讲起来 被害也是很快乐的 老实讲 应该被害 被那些人害了 他们得到快乐 我就给他们快乐了嘛 对不对 我自己受苦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害我很快乐 我也当然很快乐 因为 因为他们害我很快乐 所以我就给他们害 所以防人之心啊 所以防人之心啊 干脆也不要有 所以他这个借励啊 是说 佛为你先说 此三昧啊 尽 就是 你不能坏 你的三昧啊 如你父之命 如此父此等 就像保护你自己的生命一样啊 你要父持三昧啊 这个 这个愿望 你这个发的事 你就是这个样子 哇 你前几天才讲说 很恭敬 师尊的 恭敬的 己恭敬翠 今天有一点不舒服 你马上就 卡帮 腿包 就要走了 连离都不离我 到时候还要出去 讲我的坏话 这个 不可以的 就是要禁掉 要你自己 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这个誓言 三昧啊 这就是要禁掉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面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面的几集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到了密教护膜火供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而其中呢需要准备的贡品 有它的秘密的意义在里面 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就只会觉得这是一种浪费 但是了解了以后呢 就真的能够明白它里面这个密意 口诀新药的珍贵 那我们今天再要请教连月上师 还有什么贡品是在护膜火供里面的必需品 那么我们在护膜火供的贡品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贡养五行 我们知道这个五行呢 代表的是金木随火土 那么我们是以粉丝 以香菇木耳豆腐 以及金针来代表金木随火土的五行 那么贡养五行呢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也就是祈求呢 所有啊 不管我们自己啦 还是我们所要回向的人 能够跳出五行改变命运 这是五行的贡养里面呢 很重要的祈求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贡品呢 是可以依着我们的喜欢来做准备的 连生佛佛开示啊 我们在所有准备的贡品当中呢 我们供养佛菩萨 就是供养我们最喜欢的贡品 我们最喜欢的贡品 我们来供养佛菩萨 那么一定得到佛菩萨的欢喜色受 但是呢 我们供养金刚护法 我们就要供养金刚护法 所最喜欢的贡品 所以呢 我们在供养金刚护法的部分呢 有几样贡品呢 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酒 这个酒来化为一切的甘露 来供养护法 让护法呢 能够增加它的power 让它的护法的大力呢 能够增强啊 那么第二个呢 在护魔火供里面 供养护法呢 就是生的肉 生的肉 还有辣椒 蒜头 这个花椒等等呢 非常辛辣的物品 因为这些辛辣的物品呢 能够让护法产生它内在的那种无限的威力 这个是我们对护法供养呢 所要准备的供品 那么还有香水 香水呢 是代表着一切的妙香 我们在供养香水的时候 我们把香水喷在虚空中啊 我们就可以观想呢 这个每一滴一滴的这种香水啊 散发出来的 每一阵一阵的妙香呢 是飘散到所有的虚空之中的 我们供养所有的诸天的天女 供养所有的护法空行 那么我们呢 也祈愿呢 天女以及所有的空行母呢 能够给我们守护 让我们人际关系圆满 也让我们身上呢 也常常呢 都能够散发出非常清静的香息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 附魔火供里面呢 很重要的供养 那么还有一个供品就是白戒子 白戒子呢 也是消除一切魔杖的供养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在护魔的供养当中呢 我们依我们的祈求来准备供品 在护魔的供品的准备当中 当我们主要的祈求 是求息灾的话 那么我们就准备白色的供品 那么我们要求争议的话 那么我们就准备红色为主的供品 那么我们要求敬爱的话 那么我们要准备以红色为主的供品 那么我们要求降服啦 求守护力啦 来供养明王啊 那么我们以蓝色的供品 为最主要我们在供养的供品 这个就是我们在 做护魔火供的供品准备里面呢 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呢 我们要把握的原则 所以当我们明白 附魔的供品呢 每一样都能够做如此的观想变化 不仅是供养 而且在每个观想的祈愿当中呢 都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祈愿 我们就知道 这一点点小小的供品 我们人世间的一切的资良 在我们的法性上呢 却能够转化成这么不可思议的 改变命运的力量 增加福分的力量 以及首富不仅我们自身啊 我们的整个国家 或全世界一切众生人类的一个大力 都在护魔里面来圆满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呢 密教的护魔呢 是真的非常不可思议的难思议 而这个不可思议的一切的力量 都是源自于我们行者内在的这个菩提心 在转动的法轮的 所以呢 当我们呢 能够好好的准备这所有的供品 能够好好的修持一坛 附魔火供的时候呢 那么这将是呢 一个密教行者 在修行当中呢 无比殊胜的福分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护魔供品的介绍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在附魔的修法 当我们能够具足准备 这一切的供品 对于我们护魔的仪轨 能够非常非常的贤熟的时候 那么再来呢 就是要进入我们在修法当中的新共了 非常谢谢连月上市 跟我们做了珍贵的分享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次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